今天我们的新州一号房车终于可以见阳光了 那下面的一些装修内容呢 是这个安窗帘 铺床垫铺沙发垫 一起去看看吧 沙发垫已经放到这了 咱们先到卧室看看 因为卧室里面 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装这个窗帘 这个窗帘布是我从网上买的 然后厂里帮忙制作的 然后这个材料是一个雪泥的 你看它这个树纹的还是挺好看的 也很绵密 然后颜色呢是一个奶油白 跟我心目中的奶油白还是有点差距 这样看感觉有点绿 这绝对不是奶油白了 除非我色麻烦 说实话我 下来和肉眼看啊 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个颜色 这个床垫已经铺好了 而且它这个床垫好处吧 它不是一整块 它是分成三块的 这样你就可以从中间比如说 打开一块 然后取出面的东西 嗯 这样也不会破坏整个那个床垫 一米八就躺在这个床上是什么小的 我可以完全顶直了 这边睡得很疼 是吧 碰不着 就是你这样 反而特别没有美感 是吗 我以为是那种很英俊潇洒的感觉了 像个小鱼肉虫 那我们要安装我们客厅的电视了 是不是还有点偏锁 行就这个位置 定了 今天有一个大工程是解决我这个升降电视的问题 那这个升降电视呢我做的是可丁可卯的 然后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啊 就是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它应该是用一个荷叶把它翻起来 在电视上升的时候 但是如果它在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那么就会卡到这个电视的上升支柱 所以就需要它再翻折起来之后 再翻折起来之后 能够到这个台面上 那这样的话就要用到一种特质的盒印 现在我们要安装这个电视的盒印啊 因为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床板掀起来 然后师傅从这个床底下进去 您躺进去这样往上打眼就好打了 这边是我的水箱 水箱也是有一个小心机啊 就是一定要能单独加水 就除了车外给它加水很方便 有一些够不着水管的地儿 我可以打开这儿 去给我的水箱加水 包括清洁 师傅躺里面还行吗 现在现在这还行 就是这样 马上也可以看到它最终的效果 不知不觉天又黑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房车的劳动成果 首先一进车门 这个闭灯的区域 处理得更加平滑了 很棒 厨房还是老样子 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这边这个电视已经安好了 现在它放了一个假窗的氛围视频 感觉很棒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卧室这边 卧室这边 这儿有一个遥控器 按一下上 这个上的速度虽然有点慢 但是很丝滑 很高大上 你看有没有 床尾的这个电视 就这样升起来了 现在电视的膜还没撕啊 怕滑着它 这两天施工还没结束呢 下 你看电视开始往下走了 这个升降的这个设计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电视 不挡我的这个房车的窗户 因为有的时候停在风景里面 这个窗外的景色 电视好看 但是又想要电视 所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现在这个设计还没有完全完工了 今天白天呢 我们终于解决了这个荷叶的问题 它这个板子翻起来以后 是可以落在这个板子上的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完美吧 因为我本身设想的是 这个电视升起来的时候 会自动把这个板子顶起来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空间 为了照顾到这个床的这个 2米1的这个大尺寸啊 所以这边电视的空间有点小 上升起来有点局促 没有办法做到 直接把它顶起来 学而代之的呢 就是我的一个替代方案 在这个床板的位置 给它安一个皮子做的小把手 到时候看电视之前 先跑到床尾 拿那个把手把这个板子自己翻起来 然后再升这电视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的房车离可以入住 又进了一步 明天继续